海膽 就像毛茸茸的圓球往前走 這是扁仙湖海膽 正在大迁徙 上萬個海膽大爆發 猶如千軍萬馬的往前移動 民眾的屏東後壁湖海域 拍下這令人驚豔的一刻 原來看起來非常的狀況 因為它的數量很多 大概足 難得一見的海膽大遷徙數量驚人 台灣除了厚壁湖海域 西南部沿海在彌陀人工漁郊區 和其境外海都曾經出現類似現象 但因為不像海膽生殖聚集 原因有待觀察 但爆量般的大量移動遷徙 也被懷疑是不是和颱風來襲有關係 看起來不太像 因為它出現的時間好像 像去年它會一個多月 所以跟颱風應該沒有那麼明顯的相關 扁仙湖海膽屬於新型海膽木 平時潛藏於珊瑚沙之中 沒有口氣以抵制沙粒 或是有機碎屑為主 近兩年來六七月都會出現 不排除和雨季有關 只是更有人擔心 大量海膽會不會成為國人的烈食目標 生態專家表示 扁仙湖海膽沒有實用價值 不過海膽大軍的清洗行為 值得持續追蹤觀察 3D送上我們洪嘉瓶 評論報導 3D送上我們洪嘉瓶 評論報導 3D送上我們洪嘉瓶